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 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山水苏州 人文无中 如果您来到苏州 就不能不了解 灿烂悠久的无文化 想要了解 原汁原味的无文化 就不能不去 位于苏州无中区 澹台湖畔的 无文化博物馆 无论是考古探无中 还是风雅送无中 在这里 无文化的打开方式 有很多种 今天的十分深度 就带大家走进 无文化博物馆 一同品味 无地先贤的深远文脉 苏公苏作的精巧雅致 以及江南风物的生活义趣 提取古铜镜文样装扮的 梦幻镜面小屋 综合各类文物中 龙元素设计的漫步长廊 融合国宝展品绘制的漫画装置 这些既像艺术空间 又像儿童乐园的场地 都是无文化博物馆的 创意展成现场 创意叠出的呈现方式 吸引着观众分支踏来 很多家长也选择把这个 有趣味长知识的博物馆 当作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我小时候第一个梦想 就是考古碑 我来博物馆师生来学习 我为长大能考古 您是第一次来这个博物馆吗 第二次 正好我们老大学习的时候 他们已经讲到了旧时期时代 然后就讲了这个知识点 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再来到这里来看一下 很有吸引 无文化博物馆的长设展 由考古探无中和风雅送无中组成 观众既可以依托考古发现 串联起无地 无中 甚至江南的历史 还可以走进春秋战国 到明清时代 从风物 人情 地理 再到雅宋的传承 感受无文化的发展变迁 无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那么你从广义 和侠义来讲其实是不一样的 侠义来讲 它是我们春秋战国的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那么吴国 从它的源起 兴盛到衰落 灭亡 那么这样子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属性在这个里面 广义它跟我们的江南文化 很多内容是重合的 就是天人合一 据陈管长介绍 除了吴地本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中原地区外来文化的融合 也推动了吴文化的发展 吴中地区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里 都出土了大量两种文化的遗迹遗物 其中以张灵山遗址和成湖遗址 最具有代表性 成湖这个遗址应该说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陶器 这些陶器基本上都是在井里面发现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非常的完整 这个罐子上面 我们有四个刻画的这个符号 它的这个功能 就跟普通的一个取水罐 可能就不一样了 它可能跟我们的一些即使有关系 给了我们更多的这种研究和想象的 这个空间在这个里面 在春秋诸国中 吴国十分重视农耕与战争 并把耕占作为国策推行 眼前展出的就是吴国耕占并重的代表器物 你可以看到上边这边一套是我们的农具 那边是我们的兵器 那么这个农具都是青铜铸造的 兵器当然也是青铜铸造的 所以吴帝它不是没有青铜铸造的这样子的能力 但是它的青铜铸造出来的戏剧很少离奇 绝大多数都是跟日常的生产生活 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件《楚图盒》是管理的镇馆之宝之一 兼部刻有名文《楚书之孙图为之盒》 是楚国贵族所用的戏剧 春秋中晚期 吴越楚三国争霸东南 这一背景下的文物遗迹 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想象空间 为什么一件楚器会在无地出土 也有我们的专家认为 这一批青铜铸可能就是跟当时的这场战争有关系 那么就是吴国打到楚国去以后 把楚国贵族的一些家里面的 或者宗庙里面的这样的非常重要的青铜器变成了战利品 带回来了 那么这是其中一说在无地能够出土楚齐 也是我前面讲的 就是苏州这个区域它其实既有文化 也有楚文化 也有粤文化 要说起无文化的精髓 雅正二次再合适不过 即便是水晶 玛瑙玉石的边角料 都能被雕刻出一组形态各异的十二生肖百件 馆藏的精品铜器 陶瓷器和玉器杂像等 也都透露着无地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与巧思 文化的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精雅 精巧 精尺 应该说它是一个最能体现我们源头的这样的一件文物 第一 工艺好 制营的所有的主要的工艺 基本上在这件东西上面都有了 这个下面有一个款就是朱毕三 元代的时候有名的工匠 它和一般的工匠做出来的东西 在市场上面的价格 价值已经不一样了 朱毕三 它的这个印记 它的这个名号在这件器物上面 是给这件器物是增值的 苏工 苏作 无地的这个工匠 在这个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下 市场跟这个工艺其实在那个时候 它已经是同向而行的了 银叉杯它这个主题 就是仙人成叉 是一个文人话题 就是既有工匠的精致精巧经养 又有这个文人的这个当中的厚度 和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气息 太湖是怎样形成的 不同节气 无地又有哪些特有的风俗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无风展厅找到答案 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 四十的无中山水 市集与物产 风俗与风物 你觉得这个有意思吗 有意思 因为我可以知道大米是怎么出壳的 我觉得这里所有的那些像水吧间啊什么的 都感觉像活力一样 特别有真实感 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一些小孩子 可以更懂得一些苏州的文化 更深刻地了解一些知识 千百年来 无地 鲜明和匠人的智慧 结晶和审美意向也都融入建筑之中 无文化博物馆团队 根据在大规模的无线文物田野调查 和数字化记录的基础上 多元再现了无中地区的文化遗产 建筑遗迹 还有千百年来 整个无线范围内的生活锋芒 江南的这种民居的这种建筑里边 都会在屋脊的那个边缘上面 然后它做出来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纹头级 甘蔗级 腐级级这样的 它们雕刻得非常的精细 很可以体现出我们江南文化的一个特征 无论建筑的本身是什么样子的 我都要在很画龙点睛的地方 适时地做出一些很精妙精细的一种修饰 我们的这种文人文化 我们不是拿出去给别人看的 而是我居住在里边 我自己可以感受到的 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江南文化它的一种精髓 如何让馆藏能够更好触达受众 如何让无文化以更多元的方式 走进当下生活 馆长陈增璐也在探索着更多的可能 因为我们的馆藏没有很多大馆那样的丰厚 你会更关注于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如何通过我们的一些 思维模式上面的一些转变 如何通过我们工作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把我们现有的这些东西 发挥到最大化 最近我们也在跟苏州地区的几个馆 一直在聊在谈 那么围绕我们的江南文化 围绕我们的无文化 能够送到更多的地方去 光靠一个馆是不够的 那么更多的联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更大 博物馆的空间在延伸 展成方式在推陈出新 文物藏品在活化活用 刚满一周岁的无文化博物馆还很年轻 如何让中小型博物馆更好盘活自身资源和潜力 与观展受众共建共享 与江南博物馆群共通共融形成合力 一直是文博工作者们的探索和追求 祝愿这份用心和努力能让更多人受益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